林总 您还是敲门吧 安心呢 你把他藏哪儿去了 藏人 不是你林总的那首好戏吗 顾先生 我们找安心小姐有点事 那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叫她出来 什么意思 女孩的房间 当然不能随便进 我是顾安心的哥哥 你是谁啊 我是她的命中注定 我已经在这儿睡了很多次了 说话小心一点 你们两个都是男生 都不方便 等等安心小姐吧 塘糖的林氏总集团的公子 在别人家里这样爽不赖不赖或是吧 这个沙发的使用权 早就归我了 那个杯子是我的 这么巧 那个杯子是安心的 哥 这位林总 扣扣手中说要见你 我跟大概说的都已经说了 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就是想来见见你 现在见过了 你可以走了 走吧 正好我也饿了 一起吧 我们去吃苍蝇馆子 你也要去吗 苍蝇 对 就是那种很多细菌啊 灰尘啊 苍蝇啊 到处飞 吃着吃着饭的时候 说不定从天花板上 就会掉下一个什么东西下来 你还要去吃吗 我喜欢苍蝇 我们不喜欢 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一只苍蝇一样 每天在我身边嗡嗡嗡地飞 你去吃吧 我不吃了 我不去了 你别饿着自己 安心小姐 林总也是一分好意 林总也是一分好意 我们走吧 不送 不想出去呢 就不出去了 哥在家里给你做 想吃什么 哥 你为什么不问我 问你什么 最近发生的一切 问我跟林月是什么关系 问我 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对他 你不想说 我也不想逼你 而且不管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 都是他不对 是不是 哥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他要是欺负你了 你就跟哥说 哥哥现在就去绞心他 嗯 你从小到大都这么无条件地偏袒我 你从小到大都这么无条件地偏袒我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啊 我跟班长同学打架 明明就是我打了他 你非得去他家里把他揪出来 跟我道歉才肯罢 就这个事情 红衣还罚你写了一个亲戚的检讨 你还好意思说呢 不知道谁 跟我说去去去去复印 那谁让你不会撒谎呀 一接穿就 就怂了 是 谁有你积累 我给你做饭去 不用了 你肯定又在我冰箱里面 放了好多好吃的吧 你还是得早点回去 今天是他的生日 爸怎么就看不见你的好呢 因为这样子 你肯定连着我 我还是不接触了 我对我来说 不接触了 如果我的女孩 从故事宴会之后就失踪了 我们一直在找她 走吧 很抱歉各位 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 一不小心捡到王爷 决定暂时停工了 期待再次与大家见面的那天 小王 你怎么来了 新姐 真的是你啊 你的闪送 我的闪送 这还是加鸡蛋呢 还是热的 趁热吃啊 谢谢啊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好 好 滚闪送 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 顾安心 要鼓起一点 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节操呢 对了 我记得还有方便面 哥 你是不能让我体会一下 垃圾食品的快乐吗 你不认为自己账 让我体会一下垃圾食品的快乐吗 你不认为自己账 每个人都能带来 我之前的干什么 我的朋友 你不认为自己账